今天吃什么?咱们走个四川的小吃,红油超手 咱们先来做馅儿 这红油超手的馅儿呢,用的是猪肉 但是它这个做馅儿的方式呢 和我们平时的包的馅儿、饺子馅儿呢 它有所差别 猪肉里边放入料酒、姜、少许的盐 它不放酱油和葱 为什么呢? 这红油超手呢,它是一个半汤的性质 有点类似于呢,咱们以前做过的这个蛋蛋面 它的酱油和葱呢,是放在这个汤里边 就是这个粘料里边的 所以呢,它在这个肉馅儿里边并没有放葱和酱油 当然了,这个做法呢,这是四川人的做法 如果您觉得我希望里边放酱油 我想里边放酱油和葱,行不行 当然可以,您自己怎么做 完全是您自己掌握 咱们在这说的是川菜的做法 我们把这个肉给它搅拌均匀上筋 然后呢,我们还要给它打入一些高汤进去 这个高汤,您如果没有,您用水也可以 根据您的喜好,您如果说是喜欢这个肉馅儿呢 比较扎实一点,您这个汤呢,就少打一点 如果希望这个馅儿呢,软嫩一点,您就可以稍微多打一点 打的量,您自己掌握 但是呢,您不要把它做成像这个水馅儿包,天津包那样 一斤肉,切把凉水的那个就太多了 您这样子大概一斤肉呢,三两到五两个水 这个就差不多足够了 如果您打的水太多 那么会造成您这个焯手包好之后呢 煮的时候啊,它皮就容易破开 那您这个焯手不就成了片汤串丸子吗 我今天呢,用的是鸡汤,您用排骨汤也可以 大人咱说了,您没有高汤,您就用水,用水也是可以的 这红油焯手的名字是什么,来的呢 其实焯手就是馄饨 四川人为什么叫焯手呢 它这个外形就有点像是胳膊,两只袖子 交叉在一起,两只手插在袖子里这样 就像两只手插在一起,所以叫做抄手 一会儿您包的时候,您看这形状,它是不是这样 但是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这个卖抄手的人呢 很多都是在冬天的卖,以前都是在街上做生意嘛 天凉,把手就插在这个袖子里边 也有这么说的 但是基本上来说,这抄手就是馄饨 咱们把这个馅搅拌均匀,水也打好了 然后呢,我们在里边再打入一颗蛋 全蛋就可以,您不需要说分离蛋清蛋黄,全蛋就可以 把这个蛋再打进去,搅拌均匀之后 我们最后在上面再淋入香油 我们这个抄手的馅儿,咱们就做好了 下边呢,咱们就可以开始包了 这个皮呢,您倒没有必要自己做 您买现成就可以了,这超市都有的卖 注意您选择这个稍微厚一点这个皮 不要用那种薄的那种碱水皮 馅儿的量不要太多 根据您的皮的大小 把这个两脚对折,让它稍微挫开一点 是不是行,三脚行 把这另外两个脚一折叠 您看是不是像两只袖子 像您从自己的这个,鼻子下巴往下看 您两个袖子一交叉 是不是像这两只手抄在一起呀 如果下面这儿粘不结实 您再可以用筷子抹上一点 再给它一捏,这就粘结实了 这红油烧手呢,基本上都是这种包法 您不要像我们以前讲的包馄饨 包圆吞那种方式来包 注意要包成这个抄手的这个样子 不然的话它就不是抄手了 另外您注意,这两只袖子交叉这个位置中间 要让它稍微保持有个小洞 一个是形象 另外呢,煮的时候 这个里边的水会从这里洞里出来 会比较容易煮 同样的方法,把您所有的抄手都包好 然后我们下一步就可以煮了吧 别急 我们还要先准备好这个汤料 我们不是说它是个半汤的性质吗 我们先准备葱花 然后把这个汤料呢 预先放在这个碗里边 每人一份,每个人一个碗 这碗里边的汤料呢 主要就是酱油 醋 花椒粉 这个呢,一定要有 不然的话呢 这个红油超手的特色它就没有了 再有呢 当然就是红油了 这个红油 我们以前也讲过 您如果说是有必要 您可以参考我们红油超手那一集 油的量 根据您的喜好 可以加多一点 加少一点 您能不能吃辣 再有呢 您想要红油超手好吃 里边再加一点猪油 这也是川菜的特点 葱花可以加在汤料里边 您也可以最后呢 撒在这个上面 也都可以 开开了 下入超手 再开 点入一点冷水 这就可以了 捞出来 装碗 拌匀 咱们这红油超手就做好了 您先吃吃啊 咱们下一餐再见 谢谢 解释了 快点 因此 cringe